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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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111年月會 樂會開始 請主任委員上臺 全體肅立 全體肅立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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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還在批評 要是自己懂得很多 那麼今天我想唐政務委員採取的方式 把大家的曝光 看你的問題是不是有深度 看你的問題是不是能夠 切額我們現在政府所推動的 另一個NI 5G 還有大數據等這個政策 我們到底實行了多少 所以現在我們以熱烈掌聲 歡迎唐政務委員來演講 今天這個不透口罩的規定吧 我們這個主委副主委員 那現場以及現場的大家好 那就如同您剛才主委說的 今天的演講 不是說我準備了簡報 一定要講什麼 而是完全是靠大家想要聽什麼 我在講什麼 那在事前呢 那透過這個三個的連接 這個主要我給你講 就編出來 好 沒關係 先看那邊吧 其實我們已經收到了三十四個問題 那現場的朋友們呢 也不一定要局限於這三十四個問題 如果有在手機的話 那我們拿手機出來 那這不是實驗室了 但是也是掃了Qrk 那你掃了這個Qrk 然後呢就會進入一個命名的一個 聊天室 那因為我們在這種大場的提問的時候 如果要舉手的話 要聚母的話 那當然會問出來的問題 尤其有 但是呢比較是專業上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問一些問題呢 它比較跟專業上有關的 那大概就不會舉手發問 但是呢有的時候呢 但是呢有的時候呢 這些跟專業比較沒有關的問題 會比較說 為什麼呢 人生中對它的錯賣是什麼 之類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舉手的 而且不會有人問的問題 那我們也用命名的方式 邀請大家不用舉手就可以發問 那只要它的票數夠高 它就還是一樣喔 對 無聊天的上面 什麼是票數呢 這是一個民主的原則 就是任何人手提掃的 如果有票數之後 都可以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的 它就越會扶到上面 所以不管是聚名的 還是密名的 那我今天會回答的問題 就是限於這個 大家想要聽到的這些問題 那當然呢 所以現場這個有勇氣舉手的 我們永遠都是有優先權的 所以這個時候 不管這個線上的狀況怎麼樣 只要有朋友在現場舉手 那我們就是以現場舉手的為優先 但如果是透過這個WebEx參加的話 好像WebEx有一個舉手的功能 不過這個我覺得 我不太可能即時看得到 可能要有這個主持人來 就是線上的主持人來幫忙看完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這個空間的結果 大家如果OK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好 那果然這個命名的問題 就是一個命名的問題 它問說 以臺灣目前智慧醫療的發展情形 在世界是不是可以名列前茅 那麼智慧醫療 是不是可以成為 臺灣下一座護國神山呢 那這兩個當然都是的 我們如果去看國際上面的評比 尤其是數位競爭力方面的評比 在醫療的這個方面 很可能因為我們的健保制度 以及我們這兩年防疫的成功 包含遠距醫療的推展 5G的偏心等等 因為最近大家在國際上面的評比 很多都是用數位的數位包容 即是說inclusion 就是它不是看你最尖端的那個地方 發展到怎樣 而是看你最弱勢的那個地方 能夠享受到相同的資本服務 那所以因為國際的評比 這幾年都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往這個方向轉向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發現說 以前大家去比那個 那個奧運以前三個字叫做 Better, Stronger, Faster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在那邊頂尖去爭鋒的時候 那不有層次 但是呢因為去年開始奧運 就把他們的口號改成了Better, Stronger, Faster, Together 那所以together的意思就是 大家努力需要能夠享受到相同的服務 那一旦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思維的時候 那我們立刻就變得比較劣勵前茅 那這邊就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特別是挑戰性的 就是說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應該要往哪個方向著重 才更加具有競爭力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智慧的科技 都碰到一個兩難 這個兩難呢就是個人資料 它就是關於隱私權的保護 人權的保護 那跟它的資料的可用性 就是說當你把資料全部匯聚在一起 像健保資料庫的時候 它可以產生出很多意想之外的 這種開放式的應用 所以怎麼樣兼顧開放式的創新 跟我們人權的保護 這個就變成國際上面所有的國家 都在考慮的一個題目 那大家都有不同的考慮的方式 有些人是把它覺得說 就好像一個滑竿一樣 就是說你要偏向這邊一點 還是偏向那邊一點 當然最偏向這邊就是 所有的資料都不能夠集中的儲存 全部必須分三十的儲存 甚至不能夠放到數位的載體裡面 一定都最後一關都還用質問處理 也是有些國家是這樣子想的 再另外一端就是覺得說 一切都集中到大的公司 或者是集中到國家的資料庫裡面 那個人是完全沒有群力的 等於是說國家收了算 那這個也是有一些環下領域 是這樣子說的嘛 但是我們的做法 跟這兩個都不一樣 我們的做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既不是覺得說 好像是國家或者大企業掌控 也不是說那我們就乾脆 一夜黑時就不要說的話 而是說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叫做Data Trust 或Data Coalition 那這個中文還沒有很好的一個翻譯 那我暫時把它翻成 好像資料互助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大家可能知道 有所謂的儲蓄互助社 儲蓄互助社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存款 不是放到大的銀行 或者大的公司 而是說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彼此都認識的人 把自己的錢 所以大家說我們這個共同的儲蓄互助 到底裡面已經存了幾筆了 那這一幾筆呢 有多少人提款 不能說提款 就是拿出來用吧 那然後呢 它造成了多少的效益等等 那所以呢 這個是每天每天的更新的 就好像一個儲蓄互助社財 所以是要給它的社員做報告 那它必須要告訴大家說 當這個它過期了 就是你的簡訊事件 其實掃了之後 28天它用不到 那就必須要刪除 因為再放著 對疫調就沒有幫助了 那所以呢 只有在這28天 它才是能夠生利息的 所以它是分散的方式 所以好像說我這個手機 它是某個電信的 那我在掃的時候 就只放著那個電信 它絕對不會傳輸到其他的地方 是一二人來跟它要的時候才會用 那我check in這個電漿 這個電漿也不會知道我的手機號碼 那但是呢 我的電信也不知道這個電漿的代碼 那所以呢 透過這樣子我們叫做 隱私保護技術 為隱私增強技術 Private enhancing technology 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作為分散式儲存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說這樣子 揮集起來的資料 就是試驗子的資料 只能用在防疫目的上 在人家掃碼後的時候 都看到一行法律文字 說這個只能用在防疫目的上 絕對不會說你掃了之後 突然就有人打電話給你推銷 什麼什麼藥品汽車什麼東西的 就是它不能夠用在行銷的目的上 那甚至呢 用在執法的目的上的時候呢 舉例來說 就是從我們通訊監察法 調查局那邊 刑事局那邊 之前簡訊他們也會做到一份嘛 那我們也特別找了法務部 去做了一個解釋 說沒有這個是28天就刪除了 跟這個通訊保障監察 6個月才刪除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這邊呢 甚至也不能夠拿來作為犯罪 爭訪這樣的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說這邊 我們做犯罪爭訪的使用 那就跟本來的使命不同 我們是飄逸了 那這樣的話 大家又會去用紙幣巨蟹啊 那這樣就對我們的意義 事實上是有很不好的影響 所以就是對於使命的扣核 以及能夠事後 不斷地去檢驗跟使命的扣核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的資料互助 跟其實單純的資料 其中最大的一個差別 那在台灣我們是花了很多力氣去研發 這樣資料互助的基礎的技術 那簡訊十年 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說可能大家都用過 所以我就先取這個例子而已啊 那希望也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十二朋友問問說 我人生當中最大的挫敗是什麼 是怎麼樣處理的啊 我最大的挫敗是 我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那年五八歲 那本來呢這個就是上學也都很開心 然後這個也學了這個個人電腦 然後很願意跟同學分享等等 那也被選了當班長 就是很開心 那但是呢很快的呢 這個一旦好像第一次斷考成績不公布 然後呢突然之間呢 本來跟我相處很好 我的同學跟我相處就得太好了 然後呢因為我考第一名嘛 那個考第二名的同學呢 就開始聯合搬向其他同學來欺負我 那到了這個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 發現我都考第一名的時候 那他們就發現說 因為我好像獨佔了老師的注意力 那他們心裡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所以呢這個本來只是言語嘛 後來直提啊等等 就是都是有很多霸佬的這個行為 那我當時就很不能夠了解 因為我自己認為說 我很願意跟其他同學分享 我學到的東西嘛 那他們公文科如果需要幫忙 我也很願意幫忙 那為什麼忽然這樣不對我呢 那所以呢就很受傷 後來我在小學二年級的小學期 我就休學了 那就沒有再到學校 那我休學做什麼呢 就是去看很多心理學的書籍 包括蒙特索里皮亞齊 塞皮爾等等 看到很多發碎的小孩的心理學 因為我想知道的時候 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他們的這個自信 是建立在對外面的比較上面 那個考第二名的回去 就會被他媽媽罵 因為他跑不到第一名 那所以呢他就逼我這個休學 他就考到第一名 他自己很高興 但是成績並沒有變好 只是相對相對 所以當時我就發現說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去復仇啊 什麼是沒有用的 必須要去結構性的 讓每個人都是第一名才行 所以我就後來投入 還有教育改革的工作 確保說 在台灣現在八歲的小孩 在爺林巴克崗底下 每個都有自己的跑道 那因為大家跑同一個跑道 才有第一第二第三名 每個人有自己的跑道 一轉身就按照電影 贏在其跑點上 因為沒有別人跑這邊 但是每個這樣子跑過去之後 就可以跟其他志同道德的夥伴 未必最同一個班級 未必在同一個市區 用全世界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解決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你學到你小學的東西 那這樣當每個人都是 他自己跑道的第一名的時候 自然就不會出現 我小學而年輕那樣子大靈的情況 所以應該是說 有了兩次的經驗 才讓我好像這個成熟的比較快 本來都是很天真無限很可愛的 反而就是好像在八歲的時候 就要去看很多人在十八歲的時候 才看的書籍 你們個人經驗的關係 好 這個應該是逆影子 有了問的問題 想要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是孫英周曾醫師 孫英師是在現場 在一個分 好的 孫英師問說 有人說電腦跟醫療的科技 其實台灣兩大小小的邏輯 會結合起來 曾經讓台灣的治療 產業站上世界光臨 但是也曾認為 台灣的健保會限縮 治療的美學市場 來作為創新的投資 依然認為 我們一條電腦大廠的 在治療的嚴峰投資上 未定為之難以跳脫 引體製造的思維 以至於把有效的擴展 進入國際 進入國際 明對上述的說法 看法 你覺得醫院能不能換演 怎麼的角色 好比當初觸媒 推動 能不能來去對 相對這些問題 有一些建樹 這個很宏觀的問題 那我試著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 硬體製造 其實是最需要的 因為我們能夠 收到什麼樣子的資料 怎麼樣的資料搜集 是大家覺得安心的方便的 完全跟硬體 是做不了關係 如果大家手上 不是已經有這種 高精密度的 能夠發簡訊的 其實是相機 大家買手機 主要就是看相機 這部分的功能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我們簡訊試鏈制 也不可能去推展 那也就是說 按照這個資料補助的要求 去客製化硬體 到大家所使用的情況 而且有一個開放的生態系 像去年5月的時候 它本來是用可能 機關加來掃碼 那這樣就覺得 不是很好用 但是因為它是開放的 一個標準 所以很快的 不管你用台北通 或者是用趨勢科技的 或者是用AI Labs 可能社交距離 或者我知道很多人 使用LINE裡面 加朋友的一個功能 來掃碼 那個也不是LINE 本來就支援的 那個就是我們這個 互助合作 已經到的一個程式 就是LINE沒有辦法 LINE受不了客服的電話 每個都打電話 問他為什麼LINE 不能手機去試鏈試 的時候 那LINE就不得不說服 他的國際總部 去加上了這樣的一個功能 還不到一個月 他們就被迫 再加上這個功能 當然非常感謝LINE的支援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 這個硬體的基礎 以及沒有這個硬體 所連到的 這個開放的 一些軟體的生態性 來讓這個硬體 能夠發揮出 大家希望它 發揮出的功能的話 那其實我們後面講的 這個資料補助 那就變成只有 負擔得起 非常昂貴的設備 而且專門為了 這件事情搜集 也就是說 它必須要專門去大醫院 才能夠加入這個 資料補助的關係 但是資料補助的關係 它是建立在任何偏向 任何就是 可能除了就是廣播之外 馬路的部分 可能稍微還比較欠缺的地方 實際上這些地方 都覺得有網數 都能夠加入 我們這個資料補助的正當性 才可以形成 不是說 都是緊張天花 它必須要去 跟洪灘一樣 那這個也剝離不了說 我們的硬體的大廠發 這些設備變得 是非常的適合 就是大家都負擔得起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們的半導體 會從這些硬體大廠 投入這個產業 去幫忙把我們資料補助 這邊所要的這些硬體設備 變得比較負擔得起 比較容易克制的話 這個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其實是很樂觀的 那當然在這裡面 其實我覺得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健保的角色 確實是這樣 因為健保它是強制大保 而且它是總和減數值 所以就會常常有人說 那如果健保不給付 人群醫療 如果健保不給付 整個我們原居的心理諮商 健保不給付這些 心情的應用的話 那等於就算有很大的社會價值 但是大家都會跑去 比較便宜的那邊 那這樣就阻礙了這個 所謂的轉型 那也是因為看到這一點 所以我這幾年 大概都在吸出健保術 處理這個題目 大家現在如果在手機上面有關 健保換易通的話 本來十個人也沒有一個人關 但是現在好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排中了 那健保換易通 我們就可以看到 健保換易通的界面 完全的更新了 大家在上面去 不管是訂口罩 或者訂疫苗 大家都很習慣了 甚至它上面有個問卷 問你要不要加入資料 互助關係 如果有人沒有看的話 那在下一步 它上面就會有電子簽章的功能 也就是說 這個問卷只是問你的意象 那接下來就是說 當你真的要加入這種 遠距醫療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健保換易通 上面去取代 在實體的那邊 去刷健保卡簽名的那個動作 那事實上 如果你按照同意的話 現在已經有所謂的 虛擬健保卡了 那健保也開始給付了 所以我們在遠距醫療的時候 你將拿著上面的地方 對著你的鏡頭 給你的醫生 或者鑰匙掃一下 那目前這個就跟實體 插健保卡是完全一樣的 那當時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 去跟所有的這些可能會遠去就醫的 不管是就是長期的慢性病患 或者是當時還沒有疫情 但是就是它可能住的比較偏遠 就是交通比較不方便 那他們都說他們寧可用這種QR code 雖然QR code要花兩三秒鐘 稍微比較慢一點 比起可能跟我們NFC 就是比一下感應的那個技術 但是呢大家覺得QR code 我至少看得到 我是有意識的人做這件事情 你要NFC感應的話 它中間交換了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而且它也沒有辦法 讓第三方的掃碼器 或者前驗章的這個裝置 進來變成讓這個體驗變得很好 反而完全就是NFC當時的那個感應器 跟你的手機寫好了 那就用那樣子的情況 它的擴展性是比較少的 雖然好像它花的時間比較短一點 所以變成就是我們又了解到 說大家所在意的 真的是它的可解釋性 跟事後可以集合跟開放創新這些功能 所以我想我們已經把健保 在最近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它這個轉型到 它可以去配合各種各樣不同的應用 甚至連三倍券五倍券 對不對 都可以用健保快一通的栽碼來購買 那到了現在 我想這個中間的資料流 它的資訊安全等等已經慢慢成形了 所以我覺得健保在以前 或許真的是我們數位轉型的一個 讓大家覺得很困難 但是因為以前這兩年關係 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健保對於遠距的 對於使用這些訊息的技術 大概都是願意解釋的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要舉手追問的話 也歡迎隨時舉手追問 不然我就一個人繼續這樣子講下去吧 好 那如果沒有人舉手 我們就想一個問題 有十一位朋友問說 什麼是元宇宙啊 跟ARBR的差別是什麼 未來對醫療的影響是什麼 原宇宙它是兩個概念結合起來的 一個當然是沈浸式的概念 就是ARBR的概念 但是另外一個呢 是shared reality 它是能夠互相共享的 在ARBR裡面 每個人戴上後會之後 未必是進到同一個地方 那現在你進到同一個地方 可能視訊完了之後 那個地方就不見了 就消失了 那個完全是我們叫transaction 就是只為了這次互動而存在 那元宇宙的shared reality這一邊 就是希望說在ARBR的世界裡面 有一些就跟這個大廳一樣 就是我們今天辦完這場走了 我們回來還在這邊 我們上次放在這邊的東西 就還在這邊 帶一個persistence 就是大家都可以隨時回來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那因為如果沒有這個隨時回來的地方 如果說我們每一次都要重新安排一次這樣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在上面形成一個 長時間的互信的這個互動 就會變成是只有可能面對面 大家已經培養過一些互信的朋友 那就好像是說我們本來彼此認識了 我們打個電話啊 我們視訊一下啊 彼此接觸 但是呢如果是完全素未蒙面的人 那你完全只靠這個打電話 或者是完全只靠短暫的視訊 來互相了解彼此 深入了解彼此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人宇宙在講 就是一個在虛擬世界 但是就好像實際世界一樣 你可以隨時回了去 而且任何人 不管是陌生人 還是你自己認識的人 都可以看到同樣的 這樣子一種感受的地方 所以就是所謂的共享的現實 共享的實境 那當然所謂的share reality 對於醫療的影響 當然這個是大家 醫療專業的人的專業 我不會在這邊說他只能做那些事情 但是我目前也發現到說 至少他在training 就是在讓大家能夠習慣 就是遠距醫療上面 我覺得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在目前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說你的遠距醫療的那個環境 看著一個二維的螢幕的那個環境 或者是來打打字的那個環境 跟你實體的面對面的這個環境 這兩個是沒有接在一起的 就是好像這個是一個虛的 而這個是一個實的 當然在某些情境底下 比較多大溫習動手術的時候 他是已經把這兩個有接在一起的 但是在大部分 尤其是門診的等等的這個場域 是沒有接在一起的 而且如果是一次跟很多個這個病患 或者是更安打交道的話 真的就是我們說見面三分情 但是你視訊而且你有沒有見過他 而且他可能又戴著口罩 而且網路的速度也都還好 事實上網路速度不是問題 而是那個攝影機的解析度還是還好的 這個情況 其實就有點像今天WebEx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子的視訊 大概就只有兩分情了 那或者如果聲音收音再不好的話 可能倒扣一分情 所以就是說大家對於遠距的這個 接受的程度 會受到它到底融入的程度 它immersive的程度 沉浸式的程度 沉浸式的程度 有多少而改變 那透過這種元宇宙的技術 我們主要想要做到的 就是說我們見面三分情 但是在元宇宙裡頭 四分情 五分情 就是更加能夠了解到彼此 那更加沉浸 更加不會被 人家手機冒出來一個什麼東西 干擾等等 但是如果要達到這樣子的程度的話 那我想在這裡面 最重要的還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好像能夠 安排自己的家裡 安排自己的院所 安排自己的會議室 能夠很自主的來安排這個 在元宇宙裡面互動的空間 而不是變成說 像以前每個人都可以自己 下個網站 可是大家後來 就用Facebook page Facebook專頁之後 每個人的網站 看起來都一模一樣了 那你這個安排 如果你不願意被這樣安排的話 Facebook也不一定要理你啊 因為它有這個 所謂的諮詢的專買權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share reality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把它 比較像是email 或者是早期的網頁那樣子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 安排互動的這些規則 就像我們自己家裡 客廳和辦公室一樣 而不是說 而變成只有少數的 幾個搭的平台 才能夠幫我們安排這些 互動的規則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目前投入 像是科技計畫 客廣基金等等 這個是我們非常看重的一點 所以它不要變成是說 我們都在做一些末端設備 但是互動的方法完全就被攏斷了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有十位朋友想要問說 AI-ASR就是語音的辨識啊 這步很大 在音樂裡面很多環節 可以運用ASR來提升效率 但是呢 Google或者微軟大廠的語言辨識引擎 對於華語的語音辨識效果不多的一項 那對於華語ASR的建廠 當然特大驗飛 當然難免有自然上面的顧慮 那覺得臺灣未來在華語ASR這個項目 怎麼樣來突破 以及醫院如何 可以找到一個好用的華語的ASR 其實當時 對於警察要回國創業的時候 那問我說 它這個有什麼創業提供 那我當時確定說 它是非營利為目的這個方向 比較適合去做資料共享的時候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ASR這個提供是最適合做的 因為特別是在醫療情境裡面 那大家都會希望說 它的資料是在本地端運算 就是不要除這個院所 但是像特大驗飛啊等等 它還不太可能 把這個餘地模式 就直接交給你 讓你不用聯網 就可以去運算 然後它賺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這個for profit and for purpose 就是說是為了盈利的 還是是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的 一個很大的差別 它會影響到它的收費模式 而收費模式就會影響到 它的技術的這一個模式 那所以後來呢 這個它也投入了很多的工作 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現在就有了雅庭.tw 那這個我不是在幫它業配 但是事實上我自己使用這個 那不管是說在手機上面 去用雅庭就知道 那或者是說雲合成 它的雲合成也做得很好 或者是說我們的整份YouTube的 這個中文的影像 那你把YouTube的連結貼給它 它就自動幫你上語音字幕 那甚至在我們做這種 序訊會議的時候 它可以把攝影機上面 直接疊一個字幕上去 那或者是說大家比較需要的就是 我講一講 然後就冒出幾個英文字 當然演講就是這樣子 那它在切換的時候 不能夠說 欸都化英文字空耳 聽成了很多奇怪的漢字等等 那這些大概都是我們實際 在運用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到一件事情 而比較好的就是說 它的工作讓它 因為是被移民為目的 讓它可以在 就是你真的不想要把資料 傳給它進行的時候 你的資料就不需要傳給它 那這個時候它就比較像是聯邦式的學習 就是說你在每個院所自己跑 這樣子一個AI 但是呢你不是丟到遠端沒有遠端的概念 就在你自己這邊跑 跑完之後呢 它學到了你這邊的口音 或者是你這邊的特定的用詞 或怎麼樣 它把它學到的那個東西 叫它insight 而不是它的road data 或是它聽到的東西去分享 其實我們人類也是這樣子嘛 就是如果我問大家說 那你學會走路的時候的那一部長怎麼樣 或者是你學會一個語言的時候 聽到那句話長什麼樣 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我們分享的是我們學到的東西 而不是我們聽到或看到的東西 那些road data 所以透過這樣子聯邦式學習的方式 不再隱私能夠比較會保障 而且也可以確保說 我們的這個training 是實際能夠符合每個地方 而不是說要求每個地方 一定都要講一些 自重蒼圓的國語 才能夠被這個機器聽懂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 比較好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當然在國內做的 也不是只有這個Dialis 不是只有雅零點TW 但是因為我自己有第一手經驗的 只有這個 所以我就分享這個 跟這個合作的經驗 希望有回答到分析室的題目問題 好 如果沒有讓提送您 就去看看 好 這個也是一個匿名 您才會問問您 您進入公務體系工作多年 對於台灣的公務官僚體系 有看法怎麼樣 您是不是有提供政府 如何增加公務體系 運作效率的這些建議 我在2014年的時候 開始跟行政院合作 當時是長安政院長的時候 當時副院長的時候 當時我們在外面的 就是那些佔領立法院 我也是其同一員 我們一直都覺得說 外面的就是調適的素質很快 然後呢比較創新 那不管是在經濟部門的新創 或者是我們在社會部門的 這些公民科技 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創新的這個頻率啊 創新的能力啊 是源源好過這個政府裡面的官僚 那所以我們當然當時都是覺得說 我們這些創新E-mail跟這個政府裡頭分享 當時只有12執政以上的300位朋友 我們當時對公務人類訓練中心 那聽我去分享說 我們怎麼樣把在318的時候的那些技術 應用到我們怎麼樣討論 無人進入台灣 Airbnb進入台灣 等等的這些大的 一些網路時代的這些問題 當時是蔡宇林政委員 主辦的這個計畫 那所以我是有點像他的一個見習部門 然後實行生涯 那但是呢 後來我跟他合作了兩年嘛 201415 那到2016也是同一個辦公室 見習生轉正嘛 變成郭菜 那這時候 那我這兩年到2016年 我就發現說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子 公務品系裡面的創新的能量 絲毫不蓄於外面 只是因為什麼呢 公務員服務法 就是說沒有長官的命令 但是不能對外想自己的真心創新 所以很多人就是 假案 宜案 領案 他沒有這個公務上的支持 或者是沒有這個預算上的支持 那就放抽屜裡頭 但是每一個科長或者是組長 抽屜裡頭都有非常多創新的案子 那只是我也不知道而已 那後來我就發現到 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呢 後來呢 我在這個公務品系的工作 就有點轉變 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就把自己叫做公圖的公圖嘛 Public Service Public Service 所以說我的工作 主要其實並不是說 帶著民間的民間來 抵押大家 反過來 是說把大家抽屜裡面 這些創新 爭取到資源 而如果爭取不到的話 用一種比較安全的方法 讓外面知道 那這個時候外面就會有資源 來完成一些本來我們 因為沒有政治的支持 或者是沒有預算 所以說難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也就整個轉向了 那別以來講 像我今天穿的這個衣服 是公圖的這顆風 這個就是我們每年 都會去問大家 說有沒有哪些這個 大家放在抽屜裡面 這個還沒有辦法做到的 好比想說 透過DII來幫助長召的客館 能夠快速的判斷說這個案家 需要怎麼樣的服務 長召和時光 那或者是說 這些大概都是一些 淨靈的淨灘啊 或者是說這個空氣盒子啊 改成這個去當水資源的 保存水污染等等 能夠大家都一起看到 而且討論出流浴制裡的方法等等 那這些其實很多都是 公務體系裡面的朋友 想出來的一些主意 但是呢 他們這一次呢 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都是一個 三個月的這個時程 三四個月的時程 所以呢 他們可以先就是 就好像在slido上面匿名一樣 先找個親朋好友在外頭許願 然後許願之後呢 大家要拉票嘛 然後投這個願望 然後接下來就投入這個發展 那如果發展這個到最後 開發沒有成功 那他只是參加一個民間活動 而且可以請公家 所以蠻好的 那但是呢 如果有成功 就是他的想法 最後真的 總統每年頒了五個總統 在黑客宗的講座的話 那他就一下子就可以出來說 其實就是這個是當時他提的主意 因為他的公務生涯都 因此就有很大的改變 像我們在第一次舉辦 總統的黑客宗的時候 遠距醫療就是當時好像是 應該蘭宇吧對不對 有一個直升機的能夠後送 護理師的在直升機上面 有一個不幸的一個事件嘛 那當時他們就是靠著總統的 在地步的同學說 那未來怎麼樣 不再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讓在地的朋友 能夠去信任 在地的護理師跟醫師 而法規的條式 特別是說遠距的醫師 可以指導在地的護理師 去做一些處置 加速才會越來越相信 在地的護理師 那這是至為關鍵 那但是呢 總統每年頒的講座呢 是什麼呢 就是一台投影機 所以呢 你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 總統頒獎典禮的畫面 就是我們在公體系 叫一個深處牌喔 就是說如果 如果在這裡面 這個衛福部 或者內政部 因為內政部管齊先生先生 等等 就是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討論出一個 處理方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因為我們一個 頒了這個獎 就把本來要四五年的 中長生計劃縮短到一年 因為它已經在 某個小的地方 已經執行了嘛 那或者那一年 有一個叫救急 就那一站通 就是在講說 高雄氣爆之後 大家在救護車上面 拼命打電話 然後不知道要送到 哪一家醫院 等的這個狀況 那他要在救護車上面 就可以直接去 跟醫院連線 直接去傳送 這些生理真相 甚至在救護車上面 就跟醫生說 一定要做什麼 處置的資料庫 有一些初步的聯絡等等 那這個也爭取到了 會去刻發的計劃 那事實上 目前也已經在 視作當中 所以就是說 這些都是其實公務體系 沒有問他 他十年前就想到的東西 但是可能就是 因為各種因素 他沒有獲得這個支持 那我們就是透過那種 匿名提問 但是大家可以投票的這個方式 去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想法其實民間 非常支持 而且民間願意出錢出力 所以其實這公務體系的負擔 並沒有本來去做 本地評估的時候那麼高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主導的這個概念 還是我們的專業的公務員 但是你就跟民間的朋友 可以說 這個不是會炒的有糖吃 而是會炒的一起進來廚房 一起炒糖吃 就是從口部的炒 變成火部的炒 那所以就不會是一種 對立的關係 而是一種共創的關係 就是大概透過 從我們黑客松 或者是我們中英平台提案等等 都有很多讓這種內部的創新 可以跨部會的協調 然後快速發生的一種方式 雖然我問大家這個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舉手 你就往下 有12位朋友們問說 您14歲起就增加自學 請問我們正規的學校教育 讓您最無法忍受的是什麼 以致讓您選擇增加自學 另外有沒有什麼改善的這種建議 其實當時我去跟我的國中校長 都會引渡校長講的時候 我講的比較 就是我當時很著迷於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在網路上 為什麼人跟人之間 要彼此互相相信 其實感覺上很容易 因為好像關鍵字對人一拍即合 但是一個關鍵字錯的 本來是好朋友的 就會彼此結由 這個封鎖 彼此不相往來 就是說他的這個相信跟不相信 感覺上是比較激烈 比起面對面的這個情況 那當時是1995年1996年 沒有一個教科書也沒有一個學習 在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回答這個問題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創業 就是自己做各種這樣子 互動的空間去實際去看守 怎麼樣的空間決定 怎麼樣是大家互動的行為等等 好 那我就跟校長說 因為校長當時一定要我念完 是因為他覺得這樣我才能夠念高中 才能夠出國讀大學 到一路到博士或博士後 才能夠跟我想要研究的這些題目的 主要除外的研究的這些學者合作 才能進他的Lab 那我就跟校長說 校長你看我寫Email給人家 人家就已經回我 因為他不知道我才14歲 可以說是這個快速信任促成了 他是覺得他論文竟然有人看 而且很認真地看 而且是提出了很多想法 那我們立刻就可以開始互相做研究 那我等於跳過中間那個十年的 要不斷地省去 出國 去而已 等等的這個時間 所以我就是跟校長說 你本來希望我做的 因為我已經做到了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說 既然做到了 那我一天想要花16個小時做研究 不想要只有下課那半小時 能夠偶爾做點研究 或者是週末做研究 那我覺得不是對我很好的時間的安排 這樣 那我本來覺得校長一定是這個世子抵抗 一定會講出很多什麼 這個強迫入學條例啊 什麼東西的來來壓我 但是校長就想到那個兩分鐘 然後他就說 好啊 那你明天不用來上去 那我就說 那教育局那邊怎麼辦 那校長就說 那邊我幫你處理吧 好 那現在我其實不知道他怎麼處理了 不過反正現在追溯期都過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當時也不只我啦 就是包含應該是夏威奇的 有一位周俊勳嗎 或者是打高爾夫球 有一位曾亞里嗎 他們都用同樣的方式 就差不多那一兩年 說服了他們的校長 說其實他們已經找到自己的 能夠跑到回到的方向 而且在上面已經有很好的職業 所以其實並不是無法忍受 就花八個小時在學校 其實說學校的校長也同意 這八個小時我們去創業 可能就是對大家都有貢獻 所以我可能就是從那個時候 國中二年來開始 就覺得說我們的公教人員 是最創新的 這個一群人 是最有可能性的 那這個就好像是一個種子吧 在我這個中二的心靈裡面 那一直到2014年15年的時候 這個比較濃雅啊 覺得說那這樣我們是不是應該 多方體制裡面的創新者 也是因為當時校長 那麼爽快的答應 所以本來我的家人 也都不是很同意的 但是他們都很尊敬校長 所以只要校長 跟他們說的同意 那他們也就沒辦法 那所以有沒有什麼 改善的建議 當時我們起源 這樣子的個案出現之後 很快的在地方政府 就開始有風般明明的 跟他講資訊的條例 那又過了幾年 就有了實驗三法 那到現在這個林萬一老師 當政委之後 他已經全部都 都是你校同樣的年齡 你在體制外跟體制內 實驗教育 或教育實驗 已經完全權益 都完全沒有差別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稍微往實驗教育走一點 或者又回來體制教育一些 那我們實驗教育可以 比如班到班到中 甚至現在好像大學高校 也可以辦實驗教育 所以可以說是改善的建議 大概我擔任科法會委員 以及這幾年看 萬一老師的這些做法 大概都已經處理完了 就是現在就變成實驗教育 不是什麼已經看到的行為 他就是任何人覺得自己的回到 課方裡面沒有寫 那他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要擔負一個責任 就是他這樣子示出來的這條路 他要幫忙畫標誌標線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那他就回到我們體制教育的一部分 像資法 無分控法 很多 都是從實驗教育過來的 那當然如果他實驗 那一個不成功 那這個不成功也要讓現實的 這個資訊的聲譽會知道 大家才知道 所以未來要怎麼改善 怎麼去避免 所以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12位可能問說 台灣智慧醫療發展的優劣是 以及台灣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以及最大的轉機 最大的機會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智慧醫療 醫療發展的優勢 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那我覺得智慧醫療發展的劣勢 那如果是去年 我會說大家對於遠距的工作 遠距的上學 遠距的上班 不但沒有經驗 而且還覺得總是見面比較好 那但是這個最大的劣勢 到了去年的5月之後 慢慢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有了第一次的 第一波的疫情 大家可能如果是家長的話 都記得說當時在兩週之內 暑假前要被迫數位轉型 遷遭數位轉型 那樣子的情況 那當然是不是很舒服 但是主要 為什麼我們花兩個禮拜 大概就調講 差不多交代交換等等 也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我們那些優勢的地方 在其作用 我們基本上網路連線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很接近百分之百 網路連線的問題不大 或者說你一定要家裡沒有平板 或者也沒有電腦 那你要到附近的學校去使用 學校的電腦教室 等等它的器材也是很充分的 那那個經驗也讓我們現在開始 就是在紀念嘛 就是所謂的聲稱用平板的這個政策 那未來包含在偏向的地方 每個人採平板可以再回家 還暑假也可以使用等等 就是因為我們去年暑假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就是 怎麼講的一個Eureka 就是發現說這件事情 好像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困難 大家雖然很辛苦 但花了一禮拜之後發現 這些軟體硬體好像都還夠用 這樣的一種比較正向的這種經驗 那以前最大的歷史就是 你沒有一個必要性 讓大家體驗到這種比較正向的經驗 那但是這個歷史可以說是 就是去年那兩個月 大家就多多少少有體驗到了 所以現在就比較不是一個歷史了 但是畢竟與其國外它沒有選擇 就是這一點數位轉型已經兩年的 那我們的第一手經驗還是比較豐足 那這個就是在未來會需要 更多的我們所謂的hybrid mode 就是我們現在面對面 但是線上也有朋友在聽 這個就是一個hybrid 或者是我們這種file的做法 讓我們在遠端的朋友 他雖然舉手我看不到 但是他至少可以拉票 拉票我也看不到 所以就可以一下子把很多的這個 大家感興趣的屏幕推到上面 這個也是一個hybrid的方法 那當然未來隨著原宇宙的技術 越來越普及 那可能就是我們戴的眼鏡 我戴的眼鏡稍微換一下 這些空位就突然冒出線上的朋友來了 大家就可以在虛擬跟實體都可以交投接二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之前缺乏別人的問題 我們現在慢慢的在彌補 那這就比較不會產生出 好像我們都是輸出這些硬體軟體設備 給全世界我們自己保護用的這個危機 那我們的機會 我想就是我們會確保說 我們是在適合用的時候用 適合用的地方用 我們並不是非常大的這個疫情 讓大家在不適合的時候 不適合的地方也非用不可 那這個其實我們看 很多國外的國家 他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其實對於學生的受教權 對於健康權 是有非常大的剝奪的 那對我們來講 像我們這個生生用平板 我們就可以確保 雖然我們機器都到了 但是是老師跟家長要磨合這個 他們覺得平板 不是來嗆小孩注意力 而是可以跟小孩一起注意學習 那這樣這個模式 試出來之後才全面的啟用 而不是說好像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非得全面啟用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中間的這個安排 就是自己安排這種 hybrid space的這種能力 我覺得就是我們最大的機會 因為疫情總是 全世界的範圍是會補取的嘛 那我們越早試這些hybrid的方法 我們對於疫情之後 跟國際上的結會就越有優勢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沒有人要舉手 我們就繼續吧 我表定遲到45分 可以嗎 不知道要幾分 可以 可以吧 好 那我就大概到40分左右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目前的醫療大數據 大多局限於醫院的生理訊號 但是隨著說醫療方程 越來越多生理資訊 是在醫院外取得 好比上說一些做保健或者是運動啊 等等的這些手環嘛 那牽涉到商業競爭跟利益 搜集這些醫療大數據 是不是應該由政府規劃 並且經由民眾授權提供第三方 醫療服務單位使用 也可以轉換服務提供者 就是避免資料有難以銜接的這種問題 確實啊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資料互助的這個情況 在台灣其實已經有一些 基於健保的 我們叫SDK 就是第三方軟體開發拓件 所做出來的這些互助 那比較有名的 包括直抗堂的這個社群嘛 就是有一些慢性症狀的朋友們 自己透過生理資訊號分享 然後來彼此提醒啊等等 那但是呢 大家都最在意的就是說 就好像說 我的E-mail送給你了 我還有一份 但是如果是同樣是這個文字啊 我碰在這個臉書上 或在Instagram上 然後輕易去看 然後結果Facebook就當下了 Facebook之前不是當了嗎 當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一份 所以我就沒有了 那他如果當戰了 就不回來了 或者是把我的帳號取消掉了 那他們都做過這些事嗎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話 那好像本來應該是我的東西啊 至少是我搶身出來的這些資料 那我就完全等於是沒有辦法 把它轉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資料可吸 就是資料可以攜帶的這件事情 它是根植在你自己手上有一份的這個前提上 而自己手上有一份 當然臉書會說沒有啊 你隨時可以去後台啊 按個下載所有資料 等個這個半天 然後它全部加速起來 然後全部丟給你嘛 但是我想在這邊也沒有誰 每天去按一下那個備份嘛 所以其實是沒有什麼實質上面的運用 因為它如果只是作為備份 作為哪一天它到了 或者是去上你的帳號的時候 大部分人不會養成這樣的習慣 唯一能夠有運作的就是實際在你偷出去之前 你自己手上的奶等 你也可以偷到這個地方 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各式這樣的運用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資料的控制權 這個主體這把鑰匙必須要是在你手上 那以我們目前實際的狀況就是在你的手機上面 所以在手機上面去建立這樣子 你的資料自主決定的這個架構 就是在資料搜集的時候 因為不管你的手房還是什麼 大概現在除了少數 像在歐瓦區自己可以打電話之外 大部分也還是固定你的手機才出得去嘛 所以在你的手機上面 具有所有你送出去的資料 首先要提醒你說它送到哪裡去 要不要這個先看一下你信不信任哪個地方 以及讓它也能夠送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鑰匙去找到 這個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講到健保快樂圖裡面的篇章的架構 健保快樂圖裡面去加入這些資料補助關係的架構 那其實在前年大家可能也多少都有參加過 我們一個試班計畫 就是如果你兩個禮拜沒有去領口罩的話 那你就會多出九片還是多少片的配額 那這個配額你既然沒去領 表示你用不到 那當時我們有發起一個護臺灣注視鍵 就是你可以在健保快樂圖按個鍵 就說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沒有領的實名值口罩 那我都願意去捐給全世界最需要口罩的這些朋友 那無償的捐出去 那所以我們一下子就有超過七來萬瓶口罩 就是靠大家這種資料互助關係 裡面有一半的人說我命名捐贈就好 那另外一半的人說你還是就是好像那個榮譽榜 對不對這個建座廟上面刻的名字 所以我還是要做一個好像T那樣子的榮譽榜 那事實上這個是錢來不來的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配額就那麼多而已 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像移工等等 他很願意他的名字在上面表示他對他的母子 表示他對他的親人對不對 也真的是有所貢獻 所以當時就是一盞十十分百 很多人都告訴其他人說 你反正家裡口罩差不多夠用 我們就捐給其他人吧 那所以這個就出現一個良性循環 良性循環想辦法叫善德循環 那隨便就算是一個良性循環 那國際上的人就知道說 這個不是台灣的政府而已 也不是台灣的口罩箱而已 而是真的是全民而且你看得到名字 永遠有幸的有一些人 願意去幫助他們 那他們當然就很感動 那當然去你們 所以後來就換了疫苗回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像這樣子他有明顯的公共利益 而且顯然沒有各自或隱私侵犯的問題 他如果內容完全沒有 顯明那也只有你的名字 什麼時候捐的以及幾片口罩而已 他不可能侵犯到你別的隱私 所以大家越習慣這種資料互助的關係 他創造出來的公共的價值 甚至外交上面的價值就會更大 那所以大家越習慣這件事情 我們就越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面去發展 剛剛這邊講的就是民眾搜尋提供第三方 而且隨時可以撤回 隨時可以去改造別的第三方 甚至是多個第三方等等的這個架構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但是它的基礎已經在那邊了 有17位朋友想要問說 請問您從私部門自行創業到政府公共的高層兩者的角色轉換 認為公共的現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以及對於台灣的民主 尤其在中共的威脅下 前景是不是看好 兩個都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覺得我從自行創業到公共的 其實我在做的事情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我創業那麼多次 然後後來就是大部分都是在做顧問的工作 像我在蘋果的時候 我從2010年到2016年 在蘋果六年 那大部分是跟他們Siri 就是會講話的AI的那個 那一個開闢合作 但是我的工作呢 其實完全一樣 就是我是開放圓馬社群 就剛剛講開放創新的這群人 跟蘋果 蘋果是從外面看起來蠻黑香的 尤其是如此 中間的一個橋樑 等於讓大家知道說蘋果並不是完全 閉門造具 它有些開門造具的成分 那也讓蘋果裡面想要創新 想要跟社群互動的人 透過我可以知道說 那外面有哪些人 他罵蘋果其實是想要跟蘋果一起創新 而不是單純罵蘋果而已 等等 所以那也是一個這種橋樑 就是這樣的一種角色 那當然因為它Siri 所以要講各國的語言 所以在各國都有 必須要跟那國的文化 那國的語言收權 特別是美國它罵人的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Siri愛罵的時候 要怎麼講個笑話去圓場 那這個是不可能用機器去翻譯的 我們就必須找很多當地的劇作家 詩人啊 這個喜劇演員等等 才可以讓這個Siri可以有很好的EQ 那這個後來我們在假訊息方式上也用到了 所以它工作的性質其實是沒有那麼不同 那唯一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在蘋果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服務買蘋果甜品而已 那但是在公部門 我們特別要服務 其實根本不知道有這種公共服務的人 也就是有所欠缺的 有所這個遺漏的 在私部門的時候可以說 那個就是我們競爭者去發揮的地方 但是在公部門這個我們繳個稅 這個報生人品難用到爆炸 我們總不能說 你不喜歡你去繳別國的稅了 這個是講不出來的 所以公部門在很多時候 就是會變成是說 如果我們的服務比送 有一些讓人不滿的地方 那個不滿的聲量 絕對比私部門的時候 我們說大概來得大 但是呢危機就是轉機 願意一起來創作 讓繳稅變成不可能開心的事情 但是至少這個痛快 痛得就快一點的事情 這個是很多這個設計師 願意來做的 所以到現在 不管是手機直接繳稅啊 在便利超商啊 等等 現在都變得非常快速 非常方便 那就是因為中間有很多繳稅 覺得很痛苦的設計師 願意透過我們這種 集思廣益 他們遭居的方法 拿來彼此共創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服務 沒有把它遞送到最後一領 那就是最大的轉機 那些沒有把它遞送到的人 他除了抗疫之外 因為我們是民主的社會嘛 我們就可以說 你開門造具啊 你醒你啊 對不對 那通常都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去達到很好的創新的功能 好 那這邊會說這個前景 我覺得不但前景看好 而且其實 尤其在最近兩年 我們是讓全世界看到說 民主不但不是防疫的負擔 也不是防止下巡奇的負擔 事實上如果沒有民主 沒有言論或者集會直射 或者是媒體自由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那些極權的 或不要講極權的 威權的這些政策 那它才其實是造成防疫的負擔 因為等到它的領導人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事情已經幾乎快要不可休息了 但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像李文亮醫師的那個訊息 它是24小時內 就立刻讓台灣的鄉民 就是PPT上的那些專業朋友 在完整的言論自由和民主之下 變成我們超前部署防疫的 最主要的一個訊息來源 所以可以說就是 我們的民主自由的體制 讓李文亮醫師可以拯救台灣人 但是他們那邊比較威權的那種情況 事實上就是讓武漢島公民 才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的前景 是在這兩年的歷史看起來 不但看好 而且也是對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來 太好了 終於有人舉手探訊 那個 剛才講那個 有些人幫我寫資料 他可不可以 他會用類似QR code的東西 然後來留資料 比如說在線上網先填好資料 然後用QR code 然後政府掃完之後 那個QR code就自動失效 類似這種功能 當然可以有這種功能 其實我們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 這種之一 可不可以推廣一下 這樣就可以解釋 那種以前 對 其實您提到的很好 就是說我們有這樣子的功能 不表示大家都 在他的動線上面 是最自然的一個使用方式 所以而且尤其現在是 好像長程的飛行進來的時候 會有一段需要等那個 快速PCR的那一段時間 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面 他大家都在等 反正也沒有別的事做 可不可以就 就是拿起手機 開始填一些資料 或者是想去 後面的這些事物上面的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這一個inside 對 是不是可以用 一樣用這種方式 可以用單次的 或是他的固定時間的 不是那個QR code 只有政府能不斷資料的 是是是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而且我們像現在很多 近醫療院所的TOCC 就是你要先講說 你14天室內有沒有接觸史 等等 那這些其實也都有 就是QR code的架構在後面 但是我們現在碰到的挑戰 大概都是 就是他的認識成本比較高 比起我們掃回転訊室的 是Joan Song初來講 他需要經過比較多的操作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我們還是寫一些算的這個情況 所以確實就是你需要 一段比較長的 停在同一個地方 而不是正在移動中的時間 來習慣這樣子 一種比較在手機上面的 這種處理的方法 那但是當然現在 就像我剛說的 我們剛剛多出了這段時間 所以為什麼不在我們辦公室 是有朋友的 那我謝謝您的建議 我會去跟他討論一下 說不定他們已經在做了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很願意提供 基礎商的支援 謝謝 很棒的提名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想要舉行商品 還有10分鐘左右 沒有的話我們就這樣 好 那有時候他們想要問說 為什麼NFT這麼燙 為什麼NFT這麼燙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第一次我們類似像球員卡 或者是這個藝術收藏品 等等的這些 以稀缺為主的這個資源 而且可能會speculation 就是可能會炒作的這種資源 然後跟 那它不需要有任何 好比像說我們前進球員卡 或我自己玩的魔法風雲會 等等的這些遊戲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一個很大的先期成本 你去投入去印刷廠 談那種印刷方法 防衛的標籤等等 那現在等於是說你的印刷廠 你的防衛標籤等等 它當然還是貴吧 其實不是說很便宜 但是總比你自己開一家印刷廠還便宜吧 所以它是把紙本裡面的這種稀缺性的 藝術品收藏品等等 這樣子配上一個印刷起來 稍微便宜一點 防衛的驗證便宜很多 這樣子一個技術 所以說這些在以前 沒有辦法流入數位世界的這些需求 那現在就第一次流入這個數位世界 但是它的後面的經濟價都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就好像這個炒作這個特定的收藏品 從當年的浴金槍到球員看 一樣就是絕大部分會有些反規 所以這不是一個 如果你是怕當投資標的的話 不是一個好投資標的 但是如果只是像我 我關心的是哪些空間 大家會快速彼此信任甚至盲信 哪些空間大家會一下子完全不信任 那在中間有沒有一些方式去確保說 那你買到這個NFT不是只是為了炒作 而是為了它還有別的價值 就是舉例來說 像一人一票的去決定這個資料部主要往哪裏 還有民主的表達意願的功能的加持 或者是說它可以去跟大家一起決定說 哪些想要做的事情值得收到這個資助 這個就好像我們公益財政要去資助哪些 對公益有幫助的這些事情 能不能夠在NFT的這個世界 也用這樣的方法做 那現在已經有很多像Gitcoin 這個PHGivas等等 大概這些專案都是在做這方面的探索 那我覺得說如果這樣子進來的資金 有一部分還是用在我們怎麼樣 在數位世界裡面快速達到對什麼是公益的共識 以及獎勵這些實際達到公益 而不是只是顯得簡報的時候才會達到公益的人 能夠在事後 他一達到公益 不用想很久 不用等50年 20年這個得了諾貝爾獎而勝 他實際證明他達到什麼公益 他就可以立刻獲得這個贊助 那這個叫做Pay success等等的話 那我覺得他就不完全是浪費錢了 他不完全是浪費時間 而是說在這個中間裡面還是可能有一些 從所謂的鏈權出來的一些創意 一些創新 就好像我們總統貝克松 總統文化講的青年創意講 用了平方投票法 那那個也是從NFT這群人這邊 過來的一個新的投票系統 所以它有點像是實驗教育之語 體制教育 就是未必都成功 但是裡面只要不斷的還是想說 那我試出來不是自己去打大賽 而是願意去回饋我們的民主社群的話 那我覺得裡面就還是有比較正面的 但是如果是投資理財的話 是相當不貼勵用這種方式投資理財 請問我回到幾個問題 因為我最近理財那個 做了貢獻員才承報 每年都要承報的 那我就特別加了一行說 這個我今年就是打算 這個要開虛擬通貨帳號 但是那是為了要開放連鑽系統 做預備 絕對不是投資理財 那以免說大家看到我開車方面的活動說 誒 唐貓銘要投資這個 絕對不是這個 或者是一個好的投資理財標的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這個也是類似的問題 就是處科長想要問說 有人說智慧醫療是台灣第二座護國的神山 目前包括各家醫院都直立推動智慧醫療 怎麼樣評估它的效益 決定正確的推動方向 要現今元宇宙的概念興起 在這樣子的概念裡面 要怎麼規劃社會醫療未來的發展方向 這兩個都非常好的問題 像我們在規劃 剛剛講到簡訊實驗室 或者疫苗或者口罩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些服務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發現說 它並不取代紙本 它每一個都是在紙本之上 提供另外的選擇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科技實際上 適合配合這個社會 而不是疫苗這個社會 來配合科技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要先掌握 那掌握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開放式的創新 我們拖鑽引玉嘛 所以我們一開始做的 不管機關加什麼的 或一開始的什麼活動地圖 未必是最好的 事實上一定會是最好的 但是呢 我們做的這個過程 我們沒有一個黑箱 我們所有的技術文件 甚至包括原始碼 很多時候都是公開的 那公開之後 大家發現有新的需求的時候 它就不用回來 這個統統的東西 而是能夠站在 我們的創作的肩膀上面 繼續去開發 像我記得當時 我們1922的進行實驗室 存在各家的電信 但是就有一些 回國的朋友說 因為我們的手機 是漫油門號 因為是ADMP還是什麼的 那它傳給1922 那邊不認識啊 那怎麼辦呢 那在我們反應的過來之前 A台北市就推出了台北通 那就說 那你就用台北通掃就好了 它就會放在台北市等 DLay我家虛擬的 網際網路上面的電信 那這個的關係 就比起我們看國際 就是如果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都推出系統 但是都是封閉式的 它沒有公開它的這個 這個Stack的話 那立刻就會產生 政治上面的衝突 但是因為 我們在中央呢 這次這幾個系統 全部都是開放式的 所以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政府 要多前接 要多轉換什麼 它不用問我們 他們就可以直接 在這個基礎上面去做 那這個也就讓很多 就是本來可能是政治問題的 我們在技術問題 今天就把它解決了 那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特別在醫療的情況下 當然就是各家醫院 都可以推行自己的系統 但是當你到你合作的醫院 甚至是一些診所 甚至是一些衛生所 文件站的時候 他們一定都有自己的考量 未必願意說 他們本來用的 你覺得它很浪費時間 但是它覺得 有照顧到它的 個案的這種系統 未必願意被你這個 就侵略掉吧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說 沒有 我們只是給你一堆 它從樂棗機目裡 我們叫API 就是你可以隨選的一些功能 那你可以加進你的系統 或者你可以把本來的系統 改成換面 變成是說 你它的系統 還是它習慣的方法 它後面還是接到你的系統 你提供這些API 開放的API 而且你也說 那你如果有更好的想法的話 你可能造居碼 你也願意滲潰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一起把這個生產 全做得更好 而不是說好像 又被哪個廠商 放你家老的這個情況 那我覺得 這個才是正確的推動方向 簡單來講 就是 就是 它離第一線的那個痛苦 越近 你要讓它的創作的空間越大 那只有這樣子 在第一線的朋友 它碰到問題的時候 它才能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 被問題解決 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 大概這是一個創新的Landscape 那當然至於 特定的技術 那就要看到你 就是 就要解決什麼問題而言 那今天 應該剩五分鐘 大概不太可能 講到任何細節 但是 有這樣子一種開放式 創新的Landscape 我覺得是 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就 回答了這邊 謝謝 讓我們再提熱烈的掌聲 謝謝唐宋政委員 謝謝唐宋政委員 給我們帶來這麼多方面的解說 也把一個新的觀念 帶著我們推廣過來 我想 向中午的報告 今天這個演講 我們特別請了我們 農民總院的院長 各個分院的院長 農家的主任 跟農夫處的處長 都來參加 我希望整體上來說 我們要把這個醫療體系 在您所講的AI運用到醫療上 我們能夠有一個更新的觀念 我們明年 就是今年的五月 我們在岡山 要做一個AI的醫療的示範 我想我們請大家記得 我們也約 我們唐政務委員 如果有空 也去給我們指導 讓我們所有現在的設計 都能夠升級 在這裡我想 要謝謝 唐政務委員 波榮來這裡給我們上課 我們以最熱的掌聲 感謝他 請哪一位 送我們唐政務委員 好 請你多多